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神龙至少死了几次 他曾经被比克大魔王在许愿恢复青春后 被比克大魔王杀死 第二次是比克为物犯牺牲了自己 龙珠也失去了功能 神龙当然也死了 第三次是比克和神合体时 龙珠变成了石头 神龙又死了 当布殴摧毁地球 和黄金佛丽莎摧毁地球时 我想龙珠应该也遭到破坏 神龙应该也难逃一绝 常常帮别人复活 其实也是泥菩萨国将 为什么神龙的力量会被神或丹迪所限制 为什么神和丹迪不省去收集龙珠的麻烦 而直接去实现大家的愿望呢 当鸟山明被问及这个问题时 他简单解释了一下 他说 我知道神龙只能通过龙珠被召唤到这个世界上 而龙珠是由神或丹迪所创造的 所以这样说来神龙的力量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神其实很废 厉害的是神龙 在龙珠中 第一个实现愿望的是乌龙 他打断了皮拉夫的许愿过程 并喊出自己的愿望 从而成功阻止了皮拉夫成为地球统治者的诡计 乌龙要了一条年轻女孩的内裤 神龙答应了 这个奇怪的愿望打乱了皮拉夫的计划 因为龙珠许下一个愿望后会散落在各地 而神龙会休眠一年 因为乌龙许的愿望太低俗了 在英文版的动漫中 这里为了和谐这段误会的剧情 乌龙的愿望被改成 我想得到世界上最舒适的超柔软内裤 但是乌龙怎么看都是男的 要个女装内裤干嘛呀 西方小孩不觉得奇怪吗 龙珠的前几章是模仿了西游记的 西游记是一部中国古代小说 讲述了唐玄庄去印度的过程 龙珠前几章的人物与西游记的角色有些许关系 如悟空是孙悟空 乌龙是猪八戒 神龙也受到了中国神话的启发 他的灵感来自东海龙王 龙王之首 张管星云不语 神龙不喜欢浪费时间 他经常会催促那些许愿慢吞吞的人 表现得像个不耐烦的交伙 这就让人好奇了 他在一年的其他时间里都在做什么 因为他总是迫不及待的想离开 龙珠世界OVA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 这是一个总结故事的OVA 根据龙珠世界所述 神龙在实现他人愿望以外的时间都住在地球的中心 他不喜欢在外面待太久的原因是因为外面很冷 这不好笑 除了龙珠西以外 鸟山明最著名的作品来自于他担任勇者斗恶龙的人设 勇者斗恶龙游戏都是鸟山明独特的美学风格 这也是该系列在日本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鸟山明因为在不同项目中重复使用某些设计 而背负二名 神龙就是这样的例子 一条几乎完全相同 又叫神龙的龙 就出现在这几款勇者斗恶龙的游戏中 这条神龙看起来和那条神龙几乎一模一样 甚至也拥有实现玩家愿望的能力 在勇者斗恶龙3中 玩家可以要求神龙让他的父亲起始为生 其实他们是软胜兄弟啦 在龙柱的世界里 整个地球都被一个国王投资者 他的造型是一个很像狗的人 还是很像人的狗 不管反正他就是国王 他的历代祖先也都是世界的国王 代代相传 比克当魔王篡夺王位后 国王一度失去了王位 但他在比克当魔王死后又重新当回国王 在悟空和布马开始寻找龙柱之前 我们不太清楚之前发生过什么事 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神龙答应某个人成为国王 有可能是国王的祖先许下了这个愿望 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宝座屹立不摇 2015年 福特汽车公司决定发布一则广告宣传活动 将他们的汽车与龙树系做结合 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主意 因为喜欢动漫和漫画的人 大家都把钱花在购买昂贵的动漫商品 不肯花钱去买一辆车吧 其中一个广告是宣传福特福克斯的 克林试图利用纳美克星龙珠的三个愿望 来创造一辆完美的汽车 也就是说克林用三个愿望 企图拥有一辆完美的车而忘了复活他的同伴 这辆完美的车就是福特福克斯 纳美克星神龙也忍不住觉得克林很蠢 他如果许愿要一辆福特福克斯 就能节省两个愿望 因为福特福克斯可以满足他的三个愿望 由于从来没有人成功许愿杀死某个人 许多人猜想神龙无法杀人 毕竟这里不是死亡笔记 如果他能够杀死故事的敌人 那么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不幸的是 乌龙曾经试图希望神龙在贝基塔和拿巴抵达地球之前 杀掉他们 神龙无法答应 因为两个赛亚人都比神龙的创造者神更强大 神龙明确表示 他所能实现的愿望不能超出其创造者神 的力量范围 然而 他从来没有说过他不能杀人 他只是无法杀比神更强大的人 虽然这个说法是神龙无法杀掉 接下来的任何一个敌人 但同时也代表故事刚开始的所有小boss 神龙都有能力杀掉 不过神龙的功能是复活 杀人的是隔壁棚比较快啦 如果我聚齐龙珠 第一个愿望是我希望聚齐纳美克星的龙珠 那我一个愿望就变成三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是希望有一个美女女朋友 第二个愿望是可以发大财 第三个愿望是我要聚齐超级龙珠 那我就无所不能了 哈哈哈哈 不知道你又想许什么愿望呢 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哦 好了影片到这边就已经差不多了 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记得订阅关注 我是孟小家 我们下期见